曾经有人问,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人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夫妻生活。 可人若一直没有夫妻生活,会怎么样呢? 对此,出家二十年的女尼姑揭开惊人秘密,震撼了全世界。 一、出家后如何对待两性欲望? 以下是一位出家的沙门尼师对在家人所感兴趣的问题所做的回答。 这确实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一个人剃掉头发,卸下一切妖娆装扮,甘愿手持世间人看起来几乎不尽人情的戒律,吃着毫无肉腥的草,念着没人听得懂的咒,还要莫名其妙盘坐那么久。 这些人,到底怎么活的?为了什么?他们没欲望吗?他们怎么对待欲望呢? 世间人不明白,一剃了头发,就像用水洗掉污迹一样,把欲望给剃没了。 现在我告诉你,没有,剃了头发,并没有剃掉欲望的习气。 但是,一个真正理智,谨慎认真的对待自己人生,对自己的未来负责的人,选择出家,他一定很清楚出家的好处。 佛法,绝不仅是多数人眼中高高在上的佛像和古佛清灯前的僧人和盲目白白求名求利求姻缘的信徒。 你如果未曾深入了解,你永远不知道其中奥妙。 不去学习,不去修行,你永远是个迷信的可怜人,就像你守着一个绝世珍宝,却不知道其价值一样。 可以告诉你,我出家,是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是快乐的选择,是无比积极的投入。 我从未从你们的生活中退出,我从未选择逃避,我从未拒绝任何来临的问题。 相反,我要用因佛法的引导而开发出来的智慧,去更好,更有效地来对待问题和处理问题。 虽然我只是初学,相比那么多伟大的成就者来说,我依然是强宝中的婴儿,但就是个佛教的婴儿。 我已感受到了佛法带来的光芒,这个光芒,不是发自任何佛菩萨,那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光,是稍微清醒一点后渐渐散发出来的本性智慧之光。 我老实回答我的朋友们,见到好看的人,我还是会看,而且,如果遇到有因缘的人,因为因缘趋势,依旧会控制不住地去喜欢,但是,与从前不同,我会如何做呢? 因果定律,是不容怀疑的宇宙规律,今日的相遇相惜,都有久远的因缘,不一定是电影中曾经浪漫的海事山盟,才有今日的重遇。 你们或许是曾经的仇人,今生来报仇,或许是曾经的债主,今日来还债,或许是曾经的祖孙,因为彼此执着而今生又相遇,或许是曾经的父子,母女,今生继续未了的缘分,或许是路上擦肩而过的路人,因为对方的美貌而起了一念贪心,今生得到这个果报,或许你所能想象到和想象不到的任何可能。 西方国家称,此为蝴蝶效应,今生你会遇到这个人,而勾起情感,因缘就是那么不可思议,当因缘来时,你无法控制地,激进于不合逻辑的喜欢上对方,日夜思念着对方,你只想到,你要得到对方,你要满足需要对方配合的各种欲望,丝毫不察觉自己的心是在宇宙的规律下自然运转着。 佛陀用各种方法,在几千年前,就很细致地告诉了我们这个规律,当你明白了,再去观察,原来如此。 同样,因缘禁时,你在生死历劫的想要挽留,都是那么无力,该走的还是会走,一切都将消失于虚空,傻傻的你,待望着虚空,回忆着过去,想着那么多没有满足的欲望,抱怨着,沉沦着。 当年一时心动,结合到一起,恋爱的激情,很快变淡,因为不了解而相互吸引,把对方幻想成自己爱情童话的神圣英雄,天使,一尘不染。 因为了解而发现对方是有血有肉的凡夫,面对生活中吃喝拉撒的这个人,无论如何,再无法把对方看成英雄,天使,激情不在,一切都是例行公事。 对方与自己的兄弟姐妹没有太多差别,除了因为要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和虚荣,而要求对方忠贞,形式上不可以出轨。 但问问所有夫妻,当你坦诚面对自己的心时,你还像当初一样爱着对方吗? 爱情,不知道何时,已变成了亲情,和社会秩序赋予的责任。 这个世界,多么的可怜,人们疯了一般沉迷于为满足欲望而不择手段,丝毫不顾及可怕的后果,就算心里不安地挣扎,可是依然控制不住疯狂的行为。 我很幸运,在还不算太老实,遇到了佛陀言语的记录,他曾经是个有血有肉的凡夫,与现在的我无二无别,但是他没有沉迷于现状,而是理性地思考。 思考,在思考,终于一日,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了远远超越他眼睛能见,耳朵能听,身体能碰触的另外一种世界,准确地说,不能用世界来形容。 人类的任何词汇都无法形容,比较接近的一个词,就是真相。 我更幸运的是,我不需要像佛陀一样自己摸索,我有了前人的经验来做指导,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很快很轻松地见到这个真相。 不仅如此,我要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我不该是为欲望而活,我愿意把余生奉献出去。 虽然我现在依然是凡夫,但是我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众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不仅是人类,哪怕是只蚂蚁、昆虫,它们的神识与我没有不同,一样有苦有乐,一样畏惧痛苦。 如果你问我为何吃素,我现在告诉你,因果不虚,今日你伤害它们,他日它必将加倍奉还。 你破财、生病、出意外都是你往日作恶的结果。 我只能告诉你们,因为你们很有福报,你们曾经是善行多过恶行,才能获得人参,动物就没那么幸运了。 我即便说干海水,它们都听不懂,无法改变和醒悟,但是人却有机会,因为人可以听得懂,人可以思考,人可以决定何时控制自己的行为。 看着自己这身僧衣,我无比欣慰,终于这一世我决定要超越,我没有再继续沉迷。 未来,我需要面对各种过去所积累的习气挑战,但我愿意像前圣先贤一样,勇敢面对,积极超越。 出家生活,轻松自在安然,因为不再被世俗价值观牵绊,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做着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学着帮助众生。 虽然力量有限,但是快乐却是无限的。 对于过去做过的错事,深深地发自内心忏悔,而且以后再也不做。 虽然习气会让我有时重复犯错,但我要越来越快速地觉察到,然后继续忏悔,错误会越来越少,直到永不再犯。 只要坚持这样,就可以每天晚上睡前,躺在床上,心里都很踏实,我没有遗憾和后悔,心里没有阴暗,没有害怕面对的记忆,只有对众生的关爱,只有这道美妙的光。 你想知道,这样的心态,会赶得来是什么样的世界吗? 如果力量不够强,至少会赶得下一世生在幸福富裕和谐的家庭,获得相貌美好,性情温和的人生,得到人们的喜爱。 力量再强一点的,会继续投身为一个出家人,继续这一世的修行,然后获得最终的醒悟。 力量最强的,就是这一世就证悟到宇宙真相,彻底从轮回大梦中醒来。 我的朋友,还有不愿意醒来的,认为现在很好,但终有一日,你会明白,那时记得佛法可以帮到你。 还有人会很困扰,现在有家有孩子,难道要抛弃孩子家庭,去出家吗? 不一定,如果真的如佛陀当年一样,是因为无比的大爱,而放弃小爱,暂时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妻子孩子,为了究竟的利益众生而出家修行,那是非常伟大的。 更多人是做不到这样的,尽自己的责任义务,就是了解这个因缘,但是心却可以大大改变。 不再是无奈的履行义务,而是转为慈悲心,菩提心,一边从佛法中获得智慧的指引,一边在日常生活中提升自己的心力与智慧, 让身边的人可以因为自己而感受到更多快乐和温暖,修行就在生活中,离开生活和人群,无法修行成就。 不需要去算命,看看现在自己的状况,就知道自己从前做了什么,要扭转,不是靠算命可以解决,不是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可以改善, 没必要继续疯狂堕落,停下来,思考一下,然后改善自己的行为,顺应宇宙规律,自己去创造美好的未来,自己去通过忏悔和善行来削减过去的恶行将会带来的结果。 感谢你的观看,愿你福生无量。 感谢观看,愿你福生无量。